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斯达克指数则轻微上涨 最终标普500大盘是轻微的下跌0.1% 股市意外地区黄金价格维持在1475左右 而油价则回落1块钱左右 目前一桶美国油报价55.30美元 比特币价格也从之前9500美元 目前下滑至8000美元上下 那么这个价格也是 我们说是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面 下跌超过了15%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之前咱们说到 原本10月底和11月分别 预计能够搞定的 英国退欧和中美第一阶段签字 从现在来看都要延期了 那么这两个事件 是否还会影响到未来股市的进展 答案是非常的肯定 我们知道原本是10月底 搞定的英国退欧 和11月中在智力召开的G20峰会 都纷纷被推迟 智力那个是直接是被取消了 这也导致了中美第一阶段的签字仪式 本身预计是在11月中搞定的事 现在变得非常的不确定 那么我们知道 中美的协议 从2018年年初到现在 几乎已经整整两年了 不仅仅是中美两国 全世界的经济 也因为这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纠纷 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澳大利亚呢 虽然不是双方这个签字的国家 但是呢 中美能够顺利签字 对于澳洲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澳洲现在经济也处于放缓的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澳洲的第一大客户 中国的经济如果能够因为签字而好转 对于澳洲经济的恢复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那么从特朗普在过去两周的表态来说的话呢 他已经连续三次在推特上公开宣称 如果这一次不能签字 那么他将会提高关税的比例 超过原来预计的比例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那么结果其实呢 就意味着从九月初到现在的这一轮股市的上涨 就可以基本结束了 而且澳元的话呢 以现在0.68的价格 如果到时候签不下来 有很大的可能会去0.65 也就是300点的下跌 当然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所有的人还是希望 也是预计的这个第一阶段签字能够顺利实施 因为不签字的代价 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的英国退欧的事 我们知道虽然和澳洲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英镑这个产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从他当时退欧 选择退欧的时候的话呢 英镑从这个不退欧到退欧 是下跌了整整是三分之一的市值 也就是我们意味着 就人民币和美元从七块钱 变成一比十这么夸张 那你说这个英国不退欧或者退欧 能对英国的国力产生三分之一的削弱吗 我一直强调的是 这个退欧啊 大家把它想得太过于严重 可能对英国有这么点影响 但绝不可能是 把他们国力削弱三分之一 所以英镑当时和美元暴跌三分之一 那属于严重的超跌 那么现在三年过去了 这个价格虽然是回升了不少 但是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明年年初 英国能够把这事给搞定 那我相信 明年将会是所有货币中 英镑将会是最为闪光的一个主要货币 那么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有关金融概念的事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咱们在朋友圈里也好 或者是在杂志电视上也看到也好 一般的广告或者是有的从业人员发的这些 有关金融和投资 显得都是非常高大上 怎么个高大上法呢 就一般穿着非常帅的西装 拿一杯咖啡 在一个高档写字楼窗口向外眺望 旁边再配一个什么夕阳美女这样的 这就是典型的金融包装 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GoMarkets团队 在过去的五年中 其实一直走的是完全与之相反的路 那别人越是咖啡美女高大西装 我们越走的是接地气的路线 啥叫接地气呢 我们就是以一般咱们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案例 和现象作为切入点 来得出一些最最基本 但是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降息就意味着股市的上涨 房价的上涨 如果我们在超市里 在药店里看不到奶粉还在限购 那就说明它很紧俏 就说明它的股市 它的股价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等等等等 这些咱们身边呢 能够看得见 能够摸得着的事 所以我一直觉得呢 这个金融的这个事啊 其实说白了金融是属于啥 它不是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它是第三产业 也就是服务行业 所以它本质上呢 和3T公司 和这个管道工 管道工可能大家听得不太舒服 咱们说了吧 跟这个饭店 厨子没有太大区别 本质上都是服务客户 那我们的客户是谁呢 我们的客户不是百万富翁 不是千万富翁 也许有 但是大部分人是普通人 可能是上班族 可能开个小餐馆 可能是做做红酒贸易 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太多的 金融背景和知识 所以我们要做的 并不是穿个很帅的西装 旁边配一个美女 签个字 飞机飞来飞去 这样的包装 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更需要的是 说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 讲大家能够看得见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本人 我们GoMarkets和其他 大家在广告上 看得见那些金融公司 最大的差别 那其实呢 我本人也一直是希望 咱们其实我们不论是做节目 做视频 做广播 最终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建立一些最最基本的金融概念和逻辑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我也希望通过我们 一遍两遍不够 五遍十遍的说 大家也能够知道 像欧美国家 降息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降息就意味着股市的上涨 房价的上涨 比如说像这一些最最基本的概念 能够通过我们的传播 能够稍微普及一些 那其实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所以呢 和GoMarkets和其他的这些 虽然我们也是金融行业 但是我们走的路 其实就是平民化 走的就是普及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的风格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在本周末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东区的Glanwebley 举办一次大型的投资峰会 盯上去是不是很高大上 其实我们请的人 嘉宾都是非常接地气的 包括我们这次请的戴若顾比 他本身所面对的 也是大部分的股市中的散户群体 他不是给千万富翁讲课 他也不是给机构券商讲课 他之前面对的大部分的群体 其实也是散户群体 所以呢 作为如果您也是散户之一 欢迎您来参加 我们将在本周日举办的活动 时间地址呢 就是11月24日星期天 上午12点钟至下午3点半 地点是在Novatel Glanwebley酒店 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报名链接 报名或者拨打电话 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